来接下来我们就讲讲孩子的吧 那小孩子呢只要一岁以上呢 我们就开始可以推荐他吃这些营养品了 听到没有 那是不是你们一定会遇到啦 有一些没有什么受过正统教育的营养学 不要给他吃这样多 改天他的身体会造成依赖 这个有得解释吗 这个你不用解释啦 带他进来课室 根本他都不了解细胞的食物 本来就是八大营养素 孩子的细胞生病就是因为不够 不对的营养 你今天买一辆车 有没有说明书 买电视机有没有说明书 但是今天这个太太竟然在养孩子的时候 没有一本说明书跟自然证 最后他竟想要他的孩子 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王 然后每天还骂我孩子怎么这样笨 像你啦笨 对吗 你D24的榴莲肯定生D24榴莲吗 不可能长木瓜吗 有一次我真的回答了 我跟那个很好的朋友 不可以的依赖 听懂没有 然后孩子在那边起船 我看很多专科的 你的专科变那样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哎呦很笨哦 读书了 像你哦 笨哦 好的东西不会听 听懂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智慧嘛 没有进来课试嘛 他又要想孩子健康 那你可能 所以母亲学习重不重要 食医嘛 食物的医生嘛 所以你明明知道这种状况 就是切发营养所造成的 所以呢 孩子呢 在成长的过程呢 同样呢 要需要有维生素B 然后呢 我们的综合维他命跟铁字 口角片呢 里面就是有维他命B 最少五种 OK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Iron 明白没有 所以呢 因为呢 孩子呢 他所有的血红蛋白呢 就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呢 给他的 然后呢 到了一岁以后呢 他所有的血红蛋白呢 就必须要靠食物 他才能够制造了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很多的小孩子 手冷脚冷 打喷嚏气喘 免疫系统低落 完全是跟他的身体的造血功能有问题 他们体质都偏寒的比较多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你看孩子呢 他一出事 你一断奶 第一个你就是给他牛奶 明白没有 你也没有给他水果 也没有给他这些 你怎么给呢 对不对 然后呢 一岁以后 你交给奶妈看 你也是给他喝牛奶 然后呢 就随便煮一些米糊给他吃 里面有没有纤维 里面有没有营养素 所以为什么 现在的孩子才养到你这么头疼 对吗 所以呢 是需要额外补充营养素的 所以如果有受过 正统营养学教育的妈妈 你们一岁以后 就开始能够让他吃 这个口条片 听到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他更健康的话呢 当然 凭罐子里面写 一天是一颗 那是RDA 对不对 那刚才你已经学懂了 如果你要达到预防 可以吃到几颗 三颗没有问题啊 听到没有 我叫宝贝啊 当糖果酱来吃 几健康啊 现在是幼稚园 还是整个幼稚园的领导啊 听到没有 还会指挥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给他吃什么 这个宝宝就长什么 明白没有 OK 然后呢 过动额啊 不爱吃东西的孩子啊 可以不可以推荐啊 可以 但是自闭症呢 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了 自闭症到今天 找不到真正的一个原因 自闭症的孩子 如果某某专家跟你说要抽血啦 去美国化验啊 要花多少钱啊 你不用浪费时间 也不要浪费钱了 听到没有 自闭的问题是来自心理 孩子自闭呢 就是母亲跟父亲有问题 听到没有 这个改天 有机会 我们再可以探讨 明白没有 OK 营养是比较少啦 OK 但是过动额 营养就可以帮得到 明白没有 过动额呢 只要你给他足够的维生素B 铁质 稳定他的神经 OK 盖美 听到没有 他就不会像孙悟空 你就不会必须要做 唐三章 听到没有 因为我看很多人很可怜 他孩子到半夜10点 11点不要睡 听到没有 在那边做孙悟空 他要起来念井窟咒 而且他念的井窟咒 不是苦男孩子 他苦男的老公 有没有 你看你的狗 有没有看过这种情形啊 因为我们 每次去人家家 做家庭拜访 讲OBB 哎呦 有的人的孩子 又很乖 有的孩子 你在翻OBB法的时候 他过来 爸你的OBB法 有没有 然后又爬了 我一看到 他妈妈就好像 弹上账 但是这种过动额 越打越坏啊 听到没有 最后的我明白 因为通常呢 孩子过动的 或者是自闭的 是上天给你们 这对爸爸妈妈的功课 因为这对爸爸妈妈 一定是很没有耐心的 听到没有 最后呢 我们有看到一些夫妇 进了我们的环境学的 传统文化过后呢 他的孩子自然好去 明白没有 因为他有 PATIENT了 明白 而且母亲在怀孕的时候 那个胎教很重要 你们千万不要去恨人家 不要妒忌人家 听到没有 不要逞强 你们一定要怎么样呢 要感恩 要快乐 要欢喜 你超赶过来的胎龄 才会怎么样呢 生出来是乖乖的 所以我妈妈生的五个孩子 全部都是国家未来的东凉 听到没有 前面这个就会做王冠大使 接下来这两个都会做钻石 我全家都做安利的 听到没有 那每个都很孝顺的 所以我妈妈很乐观的 小学两年级 没有什么念道书 每次她要生孩子 她就讲 哎呦 我这个一定挺乖的 OK 她就去割脚了 她割脚割到八个月的 听到没有 所以呢 她每一个孩子都很好生的 没有一个给她痛到半死的 她讲 我更好生 我在家 就出来 那个米西来 就是减期待而已 听到没有 所以我讲 我是来还债的 听到没有 来报恩的 OK 所以各位朋友 回来回来 我们不要讲那些了 OK 也就是说multiwine 明白没有 所以你家里有孩子 都给她吃 multiwine能够给她有胃口 明白没有 为什么有胃口 你们懂吗 因为维生素B 如果这个孩子 一直吃奶 他们的血糖没有被消化 他身体不会有饥饿感的 明白没有 如果他有吃足够的B 是不是 他喝下去的奶的糖 被代谢过后呢 他就会想要吃东西 所以很多的妈妈 说我的孩子不要吃东西 你天天给他喝奶 哪里要吃东西 他的血糖一直高 哪里会吃东西 身体几时会感觉到饿 当我们血液里面的糖 的分已经降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感觉到有饥饿感 所以你喝咖啡玩 或者是下午喝午茶 你晚餐是不是没有想要吃 不饱哦 但是血糖还在那边 你就想要饿了 就这么简单 OK好 来 所以呢 接下来呢 维生素C 那C呢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宝宝 一岁到三岁四岁 很多人开始会给别人看 然后尤其你会去托儿所 Daycare 他们就开始会接触到 其他的孩子 他很容易会有感染 或者是传染的问题 对不对 维生素C呢 我们的Juable 的这个天然维生素C 每一颗就含有 30毫克的C 他能够帮助稳定宝宝 或者是在成长中的 儿童的免疫系统 所以呢 而且呢 他也能够制造宝宝的身体的 这个怎么样呢 解体组织 然后呢 他也帮助宝宝在身体的 这个骨胶炎的合成 甚至呢 骨骼的发育跟成长 所以刚才你们都知道 维生素C 都是一样的 给宝宝 明白没有 然后呢 如果那些妈妈们 你看很多人 现在已经是搭伙食比较多 有没有 都没有自己煮的习惯 各位朋友 胃素吃很多 胃精吃很多 蚝油吃很多 这些都要维他命C 才可以排得掉的 现在的那些 酱青啦 OK 这些什么 黑酱油啦 全部都是合成的 比较多 明白没有 没有像以前 真的这样子是那样的啦 听到没有 所以为什么吃了 会口渴 所以小孩子 你们大人吃什么 小孩子都给他吃什么 所以身体就有很多 这种化学物质的积累 听到没有 所以维生素C 能够帮助他排毒 就是这么简单 OK 好 然后呢接下来呢 我们的钙铭 钙铭能够稳定孩子的神经 有没有看过孩子磨牙的 有没有 会磨牙 那如果越小的时候呢 你能够越快的给他吃钙 这个磨牙的问题 可能会改善 但是如果已经很大的 应该是很难的啦 比如说 已经二十多岁啊 那种磨牙的问题 就不会改善了 听到没有 OK 好 然后呢 这个钙呢 跟铭呢 我们会建议你们急吃吃呢 就是通常你们在晚餐过后 你就给宝宝吃吧 为什么呢 因为晚上我们要他收敛 不要他这样active 听到没有 不用你去练井窟之后 你就给他吃这个钙铭 因为他的神经会怎么样呢 稳定 他就会一直要跳 要玩了 OK好 所以呢 接下来